1999年在经济援助条件的交换下 跟我中华民国建交 这将近20年的友谊 只能说是非常坚固 每年我们都会 亲援他们超过1000万美元 对中共当局的手段 帛琉总统表示 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在他任内 绝对不会跟中华民国断交 你用了一句有趣的话 不能靠打老婆 来逼迫他爱你来回应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我的学习笔记 我是阿牛哥 上集我们输入了那些 对我们目的不弃的邦交国 目前还剩下12个 希望我们节目推出的时候 这些数字不会改变就是了 上集我们介绍了6个 接下来就把还没介绍完的 给介绍完 一开始登场的 就是这个光念名字 你就会念不了的 圣克里斯多福吉尼维斯 这个名字很长的国家 它是西半球最小的国家 也是加勒比海地区 唯一的一个联邦制国家 它是由圣克里斯多福 以及尼维斯两个岛屿组成的 1983年9月19日脱离英国独立 直到今天还是以英国国王 查尔斯为国家元首 而他独立建国以来 就一直跟我们维持邦交 而且我们也是第一个 跟他们建交的国家 克国在英国殖民时期盛产蔗糖 现在的经济重心转向观光业 跟小型离岸金融业 但最重要的还是 名为移民投资的卖护照收入了 因为是大英国协王国的成员 克国护照有高达130个 免签或是落地签国 真的是比我国的护照还要好用了 那就先来给我一个吧 参与伊朗或是中国人 为了避税或绕开制裁 而选择移民到这里 前阵子的新闻焦点 汪小飞的妈妈 就是移民到这里的 过去他们曾经多次发言 支持我们参加联合国 世卫组织 国际刑警组织等国际组织 克国大使更是在我们两国 建交40周年的记者会上讲到 双方之所以能够维持这么久的邦交 是因为我们两个 独立国家之间的伙伴关系 共享自由民主和平法治的价值观 双方除了在能源 健康培训 父权 外交气候变迁 文化和教育等各方面的合作以外 民间则有很多自发性的捐书活动 还有国高中生的夏令营等等 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那就是当地的税制很特别 不大会去课征老百姓的税 取而代之的是高额的海关税 然后商人都会把这些额外成本 加到消费者的身上 所以当地的物价其实比我们贵个两到三倍 至于两国的贸易方面 我们长期出操 我们主要出口电路设备 电视广播设备 电脑之类的 而我们跟他们进口 废铁 变压器 跟鞋子等等 去年我们一起庆祝建交40周年 相信我们的外交关系 应该会稳定下去才是 接下来讲圣文森 吉格瑞纳丁 他位于加勒比海向峰群岛的南部 1979年脱离英国独立 在超级行政院长孙运璇的努力之下 两年后就跟我们建交直到今天 因为是火山岛 土壤肥沃 农业相当发达 但近年重新转向国际金融业 他们国内的雅盖国际机场航下 就是由我们中华民国出资建造的 堪称他们历史上最大的工程 另外因为他们国内没有大学 有很多学生都选择到 邻近的国家读大学 或是前往邦交国就读 像台湾也有很多所大学 可以看到他们交换生的身影 我们双方的合作是 以人为本的互惠政策 两边邦交稳固的根基 从农业、教育、医味 一直到科技都有互相合作 我们每年都有提供奖助学金 给他们的学生 提供的奖学金也像是 投资他们的教育 栽培他们孩子的未来 两国建交的基础 可以用一个故事来说明 在很多年前的某个 不是我们邦交的迦勒比海国家 遭遇到了毁灭性的天灾 当时我们一个迦勒比海的友邦 希望外交部能够提供 这个受灾国的援助纾困 虽然这个国家是跟中共有建交的 但外交部还是慷慨的 对这个国家提供援助 几个月以后 这个国家向中共求援 希望能够协助临近的另一个 也正经历天灾的 加勒比海国家 但中共却已因为你们跟中华民国有邦交 所以我不想提供援助 在这样考量人道救援的危难时刻 中共并没有用最基本的人道精神来回应他们 相较之下 我们的外交部展现了人道精神 外交部不只为海内外的国人打拼 更是为了大家深信的 中华民国的完整性而努力 这样的信念让人性的良善变成了可能 但2016年的时候 其实我们也曾经有过断交的危机 因为当时正值选举 盛文生的在野党新民主党的主席 在临时记者会宣布 未来新民党如果执政的话 就会跟中共建交 不过后来总统蔡英文跟盛文生的总理 龚薩福 在国庆久会中一路同行 用实际行动为两国的断交辟谣 后来这位党主席也就持续了党魁 现任了总理龚哥 其实相当力挺我们 之前诺鲁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他大力谴责诺鲁 废弃跟我们的邦交 强调他们是我们最忠实的友人 将坚定维护两国的邦交 至于经济层面的话 我们长期都是粗糙的状况 我们主要出口一些医疗器材 空气压缩机跟肥料 而我们跟他们进口 平土分析仪器跟废纸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 位于太平洋上的岛国 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二战的时候在美军攻击日本的过程中 他们被占领了 二战后联合国决议 把马绍尔让给美国托管 之后在1983年 马绍尔跟美国正式签署 自由联系条约简称自由联合 也就是马绍尔跟美国分享自己的主权 由美国提供国防、政治、经济上的援助 美国跟马绍尔群岛的关系互相依赖 可说是神不见敌啊 包括军队跟军事层面也是 马绍尔不只接受美国的保护 马绍尔人也大量加入美军 美军也有很多基地跟靶场 是跟马绍尔租借土地盖成的 过去的马绍尔在1991年到1998年 跟中共有外交关系 但在1998年11月 他们弃暗投名 转向承认我大中华民国跟中共断交 当然不能不提啊 他们要跟我们断交 转投中共的几率真的是超级低 因为点头的关键其实不是他们自己 而是美国一个棋子的概念 美国跟马绍尔的关系 只能说是密不可分 从国防到机密的太空 飞弹等关键的技术基地 都是在马绍尔 正值共美关系正在激烈对抗的时候 美国应该是不会让这件事情发生才是 从经济层面来说 我国长期初超 他经常跟我们进口线、盐、钢铁制品等 而我们主要跟他们买冷冻鱼 以及铜废料 前阵子诺鲁跟我们断交的时候 也曾经大力伸援我们 并发出承诺 马国是中华民国真正的朋友 认为中华民国在印太地区安全繁荣 扮演关键角色 承诺将持续支持我们国际参与 并为我们发声 最近行政院也刚通过海关进口税则修正 主要为旅行我国以及马绍尔群岛共和国 经济合作协定的关税减浪承诺 针对原产与马国相关的农工产品 共计3043项货品 取消了进口关税 有助深化双方的经贸关系 而且对于我国 经营太平洋地区经贸及合作关系 也具有指标性的意义 期待可以抛砖引玉 有更多国家愿意跟我们发展 接下来讲帛琉 这个位于西太平洋上的群岛 总共包含了340座岛屿 蓝天白云跟名人的海岛风情 让它成为观光客的梦幻景点 1994年帛琉脱离美国的管理完全独立 1999年在经济援助条件的交换下 跟我中华民国建交 这将近20年的友谊 只能说是非常坚固 几乎每个帛琉人的生活 都跟我们中华民国有关 无论是到中华民国旅游 留学或是接受医疗照护 每年我们都会金援他们超过1000万美元 看来开个国家跟我们建交 会是一种不错的生意 而在帛琉群岛上 也处处是中华民国留下来的痕迹 像是我们出资建造的道路 以及基础建设等等 还不止如此 中华民国还提供留学奖学金 提供帛琉的学生来我大中华民国留学 最重要的是医疗上的援助 后送系统跟远距医疗的建构 当初在COVID期间 派医疗人员到帛琉 教学裁剪仪器 呼吸器 每三个月也会固定派遣医师前往注点 如果当地有紧急病人 也会后送到台湾来治疗 过去中共也曾经利用限制观光的手段 颁布旅游禁令 禁止旅游团到帛琉游玩 甚至有段时间 帛琉这两个字在墙内也被封锁 希望能借此对帛琉施压 让他跟我们断交 改跟中共建交 对中共当局的手段 帛琉总统表示 他们是不会屈服的 在他任内绝对不会跟周阿民国断交 你用了一句有趣的话 不能靠打老婆来逼迫他爱你来回应 不过当然也不能不提到 美国跟帛琉的关系 他们之间也是如交四期 美国在帛琉也有建设军事基地 国内大部分的肉品进口 也几乎都是仰赖美国 在这个前提之下 应该是很难转向跟中共建交 帛琉的总统会数人 在2024年总统大选结束以后 也发表声明表示 在当前紧张局势加剧时期 我们期待加强合作 共同努力建设一个 所有国家都能够互相尊重 和平共处的环境中 繁荣发展的世界 至于经济方面 我们长期对帛琉处于出操状态 他们跟我们买 生鲜 鱼 石油 沥青 还有饮用水 而我们跟他们进口 金属废料 还有原木之类的 接下来要介绍的就是那个 大家都知道的 即将消失在海平面之下的岛国 被称为即将消失的天堂 位于西南太平洋的土瓦鲁 随着温室效应外界认为 土瓦鲁国人成为气候难民的几率 只能说是相当高 澳洲就向土瓦鲁伸出了元首 每年最多向280名 土瓦鲁人提供特殊签证 允许土瓦鲁气候灾民 能够在澳洲居留生活 我们跟他们在1979年建交 两国的关系非常密切 在农业、渔业、医疗卫生 能力发展、文化、捷径能源 资讯通讯、气候变迁等方面 我国农集团有用堆肥 解决了土瓦鲁土地贫瘠 不适合农耕的问题 在当地每周都会固定 供应新鲜的蔬菜 土瓦鲁是一个民风淳朴的国家 居民大多生性和善 乐天知名 自然状况也属良好 如果用经济状况来看 他们受地理位置跟天然环境的限制 人民大多只靠捕鱼 制作家庭式、手供应来维持生计 并没有其他的工业生产 食物跟日常用品等 都是高度依赖进口 政府收入也高度依赖外国援助 而跟我们的贸易方面 我们长期处于粗糙状态 我们主要饭奏灯、绳索跟机车 而他们主要卖给我们冷冻鱼 中共的企业曾经提案 造价4亿美元的人工岛计划 但新总理纳塔洛拒绝了 坚持挺中华民国 最近在2024年要上任的总统赖清德就职典礼 土瓦鱼总理也会亲自出席 接下来我们要讲最神圣的国家 也就是梵蒂冈 梵蒂冈是很特别的国家 它是由教宗国转变而来的 它位于意大利首都 罗马西北角的高地 以四周的城墙跟意大利为界 作为天主教宗书的梵蒂冈 是世界六分之一人口的信仰中心 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特殊的国家 既是天主教教宗的领地 又拥有独立的国家主权 而说到教廷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期 也就是我们双边邦交真正的对等时期 第一是1946年到1949年 互为邦交时期 但双方并没有派使节 前往彼此的国家 第二是1952年到1959年 是有互派公使建立公使馆 再来是1966年到1971年 双方互派大使时期 在这段期间里面 双方的关系经历了起伏 1959年蒋介石把中华民国 驻教廷的公使馆升格成为了大使馆 但教廷并没有立即跟进 直到1966年 教廷才正式把公使馆升格为大使馆 并派高里耀大使到台湾 然而1971年 中华民国退出联合国以后 教廷召回了大使 外交关系开始变得不稳定 从那个时期开始 教廷跟中华民国的关系 就反复出现了不稳定的传闻 不过自从1951年 中共把梵蒂冈驻的大主教李伯利 以间谍的身份驱逐出境以后 中共跟教廷之间就很难进士前嫌 所以也有人说 教廷是最难被挖走的邦交国之一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 2004年陈水扁总统访问梵蒂冈以后 传出了梵蒂冈可能跟我们断交的消息 当时的教宗本堵十六四 表现出想跟中共复交的意图 在之后的梵蒂冈 为了要照顾在伦县区的天主教徒 双方在2018年签署了为期两年的 中泛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协议 并在2020年续约 而在2022年的年底 又进行了第三次的续约 算一算时间 要看看今年年底 会不会要跟中共继续续约呢 这让我们跟教廷之间的关系 再一次收到了关注 当然前阵子闹得沸沸扬扬的 民族感冒事件 也就是几名小粉红在光天画日之下 把鼻涕磨在我国 驻教廷大使馆的管牌 一阵嬉戏以后就逃离了现场 大使馆除了呼吁国人 以及国际社会 共同谴责这个行径 更在声明里面挖苦这群年轻人 症状很有可能是 对民族的感冒 以及对自由的过敏 这里阿牛哥只想说 当今圣上也说过 爱国卫生运动 要养成良好个人卫生习惯 执行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 这些同学你坏坏 没有乖乖听圣上的话哦 至于大家在乎的经济方面 因为教廷是宗教实体国家 跟一般的国家不太一样 并没有进出口的贸易 好了 以上就是对我们不敌不弃的邦交国了 如果你喜欢这期节目的话 欢迎帮我按下订阅并且分享出去 如果有能力的朋友 也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 或是按下超级感谢啊 另外我们第一期群已经开放咯 欢迎大家一起进来聊天就是了 我的学习笔记 我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 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 一起来投稿吧 没关el一下 但是下面让我们去了 难家在来的明镜